这袁征真就还给我一奇迹 这世界啊风水轮流转 指不定哪天就转你们家去了 小飞侠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十字路口不能长呆 八面来风风大 我给你做一个性格测验怎么样 又是网上下载的吧 你甭管这么多 你听着啊 就是你每天晚上下边回家 必须要爬一百层的炉梯 为什么爬 电梯坏了没电必须得爬 可是当你爬到九十九层的时候 你发现钥匙没带怎么办 有选择啊 来 第一 就是你下楼 下这九十九层楼 回办公室拿着钥匙 第二 打个电话 那不送上来 但是得付费 这费用是你一个月的工资 第三 就是你老人家啊 在这楼道里头啊 蹲上一宿 得得得你呀甭想了 你肯定是楼道里蹲一宿 那也不见得 那你呢 我肯定打电话让他送过来 我给他钱呀 是啊 因为你有钱哪 对 就是有钱 这才呀 有利用时空的价值自由 过两天我去趟俄罗斯 等我回来以后 我希望你啊 离开这十字路口了 有了自己的选择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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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妃 今天你去看看中医吧 为什么 你最近是不是睡眠不好啊 不是睡眠不好 是根本就睡不着 睡不着 你怎么不说呢 是不是神经衰弱 要不喝点钟要调一调 孟姓 我最近心里面很矛盾 想了很多事情 昨天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准备辞职 辞职 对 辞职经商 潘大清动员了我好几年 他那个副总经理的位置 也一直给我留着 这也就是哥们儿 否则谁会对你这么痴心不改 一飞 你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不赞成你辞职 我现在是身心疲惫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记者的行业里面 还能跑几年 社会的现状我又能改变多少呢 他们敢过前来堵我的嘴 就是看我穷 我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 是我这样的侮辱 一飞 你仗义直言 不畏权贵 我一直以你为荣 潘大清劝了你那么多年都没用 不就是因为 你很热爱你这份职业吗 你不了解我内心的苦衷 你想想看 你做自由赚稿人 你得的稿费有多少钱 我的工资 我的奖金 我的稿费 也没几个钱 我们就这样生活 还是绵绵强强强的 可是我们两家老人哪 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梦兴 你就不想过高阵量的生活吗 我曾经发过誓 我要让你变成最幸福的女人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一点变化都没有 一飞 我很幸福 真的 只要跟你在一起 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很知足 可是我心里面对你有愧 我总觉得我对不起你 一飞 我看了你前段时间写的随笔 写得真的很好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写下去 写那些内心的困惑有什么用的 无病胜瘾 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 你已经两个星期没写一篇稿件了 与其写那些无痛不痒的冻腹罐 还不是不写 你是不是还是为上次的稿子生气啊 我也是执行命令 有什么办法 采写任务还是要完成的 我们记者部现在人少得可怜 你要是再不多写 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行 我知道了 我会把稿子逃到南方 或者是北京的报纸 你 孟欣 孟欣 袁总 快上车 快上车 我回来了 爸爸 宝贝 今天雨下的可真大啊 怎么样 爸爸 今天我坐伯伯车回来的 真的 好玩吗 先去换身衣服吧 来 好 路头 来 快 姐 打我手机了 我在路上没听见 什么事 什么 妈得了什么病啊 我 我一会儿回去 需要多少钱 妈怎么了 姐 你跟爸说先别着急 我赶晚上那辆车回去 好好好 我挂了 妈怎么了 什么病啊 鸟都振 晚上几点的车 我跟菲菲一块儿去吧 请问你们潘总 从俄罗斯回来了没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没事了 谢谢啊 依菲 是不是要很多钱啊 你上个月工资还没动 你先拿着吧 要不再给孟琦打个电话 这哪儿够啊 妈这个病不做透析 不患生是活不了的 这得花多少钱啊 你别急 我们会有办法的 孟琦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回去了 你留下 你明天帮我 跟孟琦借借借看 我先过去 完了之后我打电话给你们 有必要的话你们再过来 啊 好 来了 孟琦 我可找着你了 小语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先参观一下啊 我把上海的工作辞了 这次就不回去了 工作辞了 嗯 你的工作不是很好吗 是不错啊 工资也挺高的 可你还觉得 我有留下来的意义吗 不过你辞了也好 你回来了 我可以每天都见到你了 来 要不让易飞搬成工作好吗 不用那么急吧 我想先休息一段时间 来 孟琦的图片社办得怎么样了 还不错 她现在发表了很多作品 你有空可以去看看 真的啊 嗯 过来 你啊 给我说说你女儿吧 馨儿 我想改变我们的现状 改变 怎么改变啊 如果我早一点听潘娜娟的劝 也许我母亲的生命 还能够救她回来 亦飞 你别再想这件事了 我给你做个性格测试吧 你下班回家 你家住在第一百层 当你爬到第九十层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你的钥匙拉在办公室了 你怎么办 有选择吗 有选择吗 有啊 第一种 你下楼梯回到办公室 拿完之后再继续往上爬 第二种 你打电话让别人 把你把钥匙烧过来 但是你必须付她一个月的工资 第三种 没有办法 你只能在锅道里面蹲一宿 我选择自己去拿 我去洗个澡 我去洗个澡 亦飞 喝口水 好 谢谢 亦飞 没想过没有 你一旦涉足商界 要是不适应的话 很难再回来了 那时候你会失去真正的快乐 我一个人的快乐 和全家人的快乐 哪一种快乐更重要 你要是不快乐 我们也不会快乐的 就像现在 看你这样 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孟姓 你听我说 我们和香港工人比 我们生活还可以 可是我们和另外一些人 比起来的话 我们的日子就过了一段时间 有点惨哪 就是因为贫穷和愚昧惰性 是在一起的 亦飞 你不要那么极端好不好 我也整天出去采访 我也了解社会 了解别人的生活 至少我现在过得很满足 很幸福 我不满足 我不愿我美丽的妻子 她的脖子上面 永远挂的是一颗 我自己磕的木头 坑得对我来说 比任何的经营手势 来得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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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别再争了 我已经耽误好几年了 我不想再这么耽误下去 否则我会后悔终生的 丢掉你的信仰跟理想 毁掉你的事业 你不会后悔吗 没有那么严重 我只不过是想 换成活法而已 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舍弃这样东西 也许就会有那样东西 来弥补你 孟兴 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路是你自己走的 我只是希望你 不要那么快做决定 拖延时间有意义吗 大概这就是 tall 对 珊瑚 容易 让你能够露 现在